一名陈姓通气犯意图规避行则 日前在押解前往新北地院途中趁续脱逃 之后在有人协助之下 便装搭火车逃往南部亲友家躲藏 结果在睡梦中被警方逮捕 消息情况把时间交给记者曾定甲 好多主播各位观众 涉嫌杀人未睡的陈姓通气犯 在桃园落网后 为了规避责任 15号在押解前往新北地方法院的路上 竟然趁续逃脱 并在有人的协助下 便装搭乘火车夺往南部的亲友家 桃园警分局立刻成立专案小组 南下追砌 带你来听一段访问 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资讯后 与铁路警察局高雄及台南警方 帮忙查阅嫌犯逃逸轨迹 19号下午3点 就在台南市东山区的亲友家 将睡梦中的陈姓嫌犯依法侦办 同时查救嫌犯友人协助常立的相关刑责 而桃园警分局也表示 对于发生压解犯人逃脱 以加强内部检讨 以上就是为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 得以后再次与其较大业的小组 两个小组 就在第一个小组 再次与其较大业的小组